大家好,我是徐明哲,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做一个量缩震荡的压回 中场台股的成交量就只有591亿 当然以小碟作收 我相信今天大部分人都在讨论英国的脱欧公投 那么结果最快明天早上7点之前就可以得到结论 或者更晚一点,明天下午也可以得到结论 那么不管公投的结果如何 虽然现在名义上面是属于一个多空拉锯 但是就整个国际股市来讲 以目前的角度来看,英国是最好不要脱欧 那么不然会造成英镑的急变 当然会造成其他股市的联动 但是就台股的角度来看 这一波能够往上做拉台 我相信在量缩整理 目前还没有创短短新高 那么昨天正式封闭空方缺口之后 以一个量缩的整理姿态 做小幅度的震荡 属于相当合理的走势 那么在这段时间 其实从之前大家等选举 选举完后等演说 演说完后现在又要等公投 其实台股很多的时间在等待 对不对 但是如果用季线的角度来看 站上季线之后 当然强势的股票就开始走他自己的路 毕竟就好像之前我讲过 我们台湾要选举了 对不对 那你票投完了 总统当了 那么人民还是要吃饭 工资还是要赚钱 股票还是要涨 对不对 所以以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任何跟经济 比较没有关系的议题 那么我们都会把它排除在外 当然英国会不会正式脱离欧盟 这个就跟经济有关 我们会特别关注 但是就目前台股的角度来看 之前我们在谈过说 当台股上涨到第六周 我们当下的研判是属于多方控盘 所以昨天 如果这个礼拜没有意外的话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今天是礼拜五 那么这个礼拜如果没有意外 台股的周线它就是收红 收红的话就表示有机会去连涨第八周 所以台股从7999点 到英式操盘5月23号 到今天就刚好满月 刚好满月 那么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现在台股还是在季县附近做震荡整理 但是就周K线上面来讲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是肯定收红 对不对 这个礼拜如果没有意外 它就肯定收红 所以从5月23号涨到了这个礼拜 也可以很确认一件事情 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不管是指标 除了量有点疑虑之外 不管是指标或者是技术形态 它都是一个多方控盘的区间 既然它站在多方控盘的区间 我们之前在台股回撤的时候 就讲过这件事情 如果结构没有出问题 你就不需要担心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之前也预告 开始命令除悬期的旺季 有些股票 你要特别留意 它空单回补 那么我今天看到有一档股票 是之前我们放空过的股票 来 3324的双红 这一波我们之前在这边空 这边做回补 对不对 那么这一阵子 它空单又强迫回补了 你知道吗 从50几块钱涨到70几块钱 这一波去放空它的人 不小心 空单又输在相对高点 对不对 那前一次空单是输在这里 这一次空单是输在这里 你以技术形态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讲的一样 台北股市有它交易的限制 有它交易的限制 所以不要随便的看空 尤其是在6月13号跳空下跌之后 很多人会在这段时间看保守 但是我讲过的 如果你在这边看保守 必须要考虑上时间上面的限制 对不对 所以双红就是另外一个范例 之前空单补在相对高点 这一次空单又补在相对高点 所以我们强调的事情是 所有的操作 你要面面俱到 当你决定做多 当你决定做空 请你把所有的条件给设定好 对不对 正如同我们这波强调过 我说当你看到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逃命缺口 还是诱空缺口 请你回归结构 对不对 所以到第五天这一天 测际线 那么到后面反转上来 到昨天玩风缺口 这一段的过程 本来是逃命缺口 变成诱空缺口 所以你在这边做错决定 你在今天就不好受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告诉过你 台股只要往上创短波段新高 那么它就有机会连涨34天 135 83 21 34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季线整理的第九天 量缩缩黑K 没什么大问题 它还是多方控盘 所以我们昨天特别强调 连结8871点8840点的下降反压 就是这一块黄色的区间 它如果直接往上攻 就代表它要补量1100亿到1300亿 才能做真突破 真突破 但是今天是属于量缩 当然受信于这个因素 英国脱欧公投 当然即将揭晓 揭晓的过程里面 我希望台股就把量能给放出来 量能给放出来 当然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强势整理的姿态 主流股 就会往上 电高 准备再创新高 所以就格局上面来看 我们这几天在观察 电子股的结构 当然台积电跟大力光就不用讲了 这一波是最强悍的基优股 对不对 这两档股票回稳 就代表台股还会再往上创新高 来 所以电子指数拉上来的时候 我们强调过 台积电跟大力光涨 这是电子股的双箭头 缺一不可 虽然电子指数之前出现过跳工缺口 事后你验证了 因为台积电跟大力光 电子指数领先大盘回补缺口 对不对 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看 台股还没过8871点 8840点 电子指数却领先大盘越过两次 8871点的相对高点 所以目前电子股的结构还算完整 就是台积电加大力光还在走 那散户的指标 当然就是苹果概念股 昨天 郭董市长很豪迈的告诉你说 股价没有到一个目标价之前 他不会退休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个目标能够真的达成 毕竟苹果概念股是很多投资朋友 心中的最爱 对不对 所以散户的指标 当然就是苹果概念股 那么如何拉高人气 今天某些低价的光学类股 他还在走 包含政策想要堆动的太阳冷 昨天反弹今天休息 那么以这三个结构来看 目前台股 依然是多方控盘 所以我常常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指数不是拆来的 大盘的方向 它里面也不是拆来的 是必须观察结构 对不对 所以之前我们在看空的时候 我强调过 为什么当时的台股 会往下跌 是因为台积电 跟电子股的关系不对 对不对 可是当台积电杀到144块半 你看后面补缺口 后面有告诉你英式操盘 到昨天平新高 这一段的台积电的角度 比这一段还抖 那他告诉你什么事情 指标只要创新高 台积电就没事了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告诉你的事情 往往不需要再多讲 电子股 依然是下一波 台股我们讲说 要不要滚量 真的是要看电子 不能老是喷出生技股 对不对 生技股虽然有一百多档 但是它的为纳量 还没有足以大到去抗衡 所谓电子股的往上涨 所以这一波 苹果概念股的指标 大力光 讲过三次转折 后面验证 准备随时再创新高 由于筹码的优势 由于筹码的优势 所以就连今天 鸿海集团里面 另外一档股票 二三五四的红准 来 今天最高点来到哪里 七十五块八毛钱 也准备随时再创短 波段新高 当然不用讲 二三一七的鸿海 今天创短波段新高 所以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 方向没有改变 只是它进行的速度 比较缓一点 我之前在讲红准的时候 是六月二号 我说这边有一个缺口 会不会来 以领先大盘的角度来看 它应该要来 对不对 那我上次在六月十四号提过 我说为什么涨红准比较好 因为融资在退 外资在买 这边是外资在卖 融资在买 所以这是一个敲敲板的效应 如果接下来台股要滚量 我认为红准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 当然今天补上了鸿海 就我的观点来看 这些低档背离的股票 就有机会做反弹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空过的这档股票 4958的真顶 我74块半叫你赶快卖 50块9见底 反弹上的时候我告诉你 为什么有机会反弹 因为指标背离加爆量 所以站在我们的观点 我们当然是希望电子股 能够热闹一点最好 毕竟很多的电子股 前一波跌很深 像我昨天特别提到说 有些二线的光学镜头股 包含了雅光 金国光 仙境光 这些光学股之前 都跌过一大段 但是这些股票 就我的观点来讲 毕竟很多的投资朋友还是很喜欢 对不对 像3504的阳明光 今天也是 之前从多少跌下来 75块钱跌到20几块钱 所以这些股票都符合一个特性 至少股性上面很活泼 对不对 既然股性上面很活泼 就有机会把人气给带回来 台股目前是不缺资金 但是缺人气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告诉大家 主流股 依然会是在生计股 当然 今天很多人终于发现了 每次大盘有危机的时候 好像号顶就会站出来 对不对 接下来生计股 你该怎么看 学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只救世间 健能everyday 来回到现场 那操作上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浓缩持股 台股在上季线5月31号之后 到今天你有发现一件事情 主流股当然是往上比价波段起涨 但是以格局上面来看 如果是基本面弱势筹码面弱势的股票 虽然近期有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过后 它会回归基本面 不管是整理也好 或者是再度测试前提也好 它都不会是你的选项 所以我说 季线之上 产业跟个股 分到扬镳 就举大型股来讲 1476的如虹 很糟糕 今天最低点是280块 最低点 前波低点是279块钱 又快要破底了 又快要破底了 那你去看5月31号它在哪里 5月31号它在这里 现在它在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台股 5月31号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以指数的观点来讲 它有涨 以个股的角度来讲 如虹 我之前也谈过了嘛 对不对 相对高档的时候 我谈过了 这边 所以站上季线之后 反而是你个股上面 已经讲了快半个月了 要浓缩再浓缩 如果不是主流的股票 请你舍弃它 当然 今天有些高价股也有些变化 来 3081的联雅光 5月31号在这里 它今天重挫 跑到这里 5月31号的最低点 469块钱 破了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之前很红 在这边的时候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很久没有人讲它了 所以5月31号的股价 是你去评断 你手上的股票 要不要留的基准点之一 基准点之一 高价股的部分 低价股的部分 我觉得通通都一样 如果你用三个月为区间来看 今天台股还在季线做整理 有些人竟然领先破际线 发生了什么事 等你知道了 5价可能就是在这里了 所以我说 借数边有它辅助的地方 可以破解很多的盲点 就像我过去一段时间 我对太阳能的看法 我是保守的 目前为止我没有改变 我没有改变 今天斗大的标题告诉你 小鹰拼绿能 太阳能装置要增两倍 那么昨天我也谈过一些股票 我说 指标股 贸底 跌这么深 低档指标坐背离家爆量 挑战季线 OK 有机会技术性的反弹 6244的贸底 今天收盘 开平高之后往下走 开平高之后往下走 对不对 又再度来测极限 什么意思 昨天一根量 今天一根量 我视之为滚量 带人气 但是会不会走回升 我强调过 我讲的是背离反弹 不是回升 有机会走回升了 是生计产业 是生计产业 因为毕竟我强调过 就我们选国的逻辑来看 你要把时间拉长半年一年 而不是极短线的话 一天两天 如果你每天要一天两天 那跟做指数的差不多 昨天你看到封闭缺口 哇好强哦 今天立刻拉回来 所以我要强调的事情是 趋势它不会一天才成型 但是一旦成型了 你要认清楚它 就好像我说最近 四一七四的号顶 五百块钱以下你去买 五百块钱以下你去买 今天你是串鞋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买到 3081的林雅光 你今天反而赔钱 所以操作上面请记得 集中火力到主流族群上面 生技产业 接下来我们昨天特别讲到说 当生技指数周线做突破 ESO之后 浩鼎两根跌停板 有没有影响生技指数 没有 因为大家已经认识这个族群了 对不对 风暴过后 用竞争力讨回股价 你去看 大阪还没过8871点 生技指数 之前台股在跌的时候 它狂喷 后面这段补跌 后面因为耗鼎的事件 多达了两个月的底 这边台股转强 这边它早就越过8871点的相对高点 台股也没有过8871点 没有 它早就越过了 对不对 所以主流股会领先大盘 创新高 有它的道理 我昨天 希望浩鼎在 6月27号股东会 讲出这件事情 822有没有要申请突破性疗法 每一疗法 治疗的原理探究 它的程度到哪里 三级临床规划的方向 会影响明年的资本支出 明年的资本支出 越好越大越好 代表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每个人都知道 新药是烧钱的行业 但是一旦成功 潜力无穷 但是每个人都在问说 会不会成功 我今天讲白话一点 会不会成功 在于个人的努力 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机会 你今天把资源全部投在 know how 掌握在边手上的产业 8年过去的得到什么 得到一堆十几块钱 20块钱的股价 当初在投资的时候 七八十块钱 一百多块钱的 那些电子业 不就是这样子吗 看清楚事实 必须要know how 掌握在手上 才值得你投资 浩鼎解盘完毕之后423 风暴过后500块 ESO过后475 489 为什么亮灯掌停板 我这边我都分析过了 什么叫第三次清理筹码 今天浩鼎 尾盘拉到558 接下来就有技术的门槛 跟基本面的门槛 筹码面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技术面必须挑战591元 这个跳空缺口 那我认为应该要补 因为这边根本没有成交量 成交量是在这边 630会不会过 如果股东会之前就越过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股东会的内容 应该是精彩可期 应该是精彩可期 那当然6月27号 号顶的股东会完毕之后 紧接着7月19号 要滑药挂牌 所以我之前告诉你 为什么生技股会有比价行情 要滑药从200块钱 拉到波段新高233块 6446要滑药 最近高涨震荡整理 趋势没有改变 所以我说 很多的趋势告诉你 多头的族群叫比价而上 多头的族群叫比价而上 对不对 买比价而上的族群 集中火力 五档持股以内 你就会比较轻松 我昨天在谈叙赋嘛 之前第一波操作87块半 三之一生计指数指五成段 怕狂喷 整理五个月之后开始转强 昨天高档震荡整理 这一种股票 针对法人来讲 针对外资来讲 为纳量才够大 你不可能去买那种僵尸股吗 不是吗 四一七四的号顶 哪一间成交量几张 1200张 它不是五十几块钱的股票 它是558块钱的股票 它告诉你什么事情 至少台股在走 极度量缩的过程里面 极度量缩啦 1200张 算是很突出的 因为它是500多块钱的股票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的个股 目前 之前有一个数据统计出来 让人家非常的shock 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嘛 台股的成交量 永远在650亿上下 震荡整理 高档量缩 如果补量出去 那你去想 哪一个族群 最能具备代表 第一个政策 第二个趋势 第三个筹码的 不就是生计吗 所以 生计股值得你集中火力做操作 毕竟 你看我节目这么久 我都告诉你 持股无党以内 从短线做到变波段 从短线做到变波段 余孝夫的地方 请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明天见 是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今天下午 资料仲 资料仲 作人